大家好,我是Kmart的金先生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它是在韩国非常非常流行的 随着天气的炎热 我相信大家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脚的健康的问题 比如说像脚臭啊,或者是烧痒啊 因为曾经我就有这个问题 今天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产品叫QQ出脚臭片 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在画面的左边你可以看到这个产品 那是在韩国 它是在Home Shopping它一爆而红 这是给很多人解决了它的脚臭的问题 所以它在韩国很多人在用 那我今天这个产品主要是推荐给在外边 就是常常站着做工的人 那我们周边像是先生啊或者是小孩 或者是很多女生 她穿皮鞋的时候也不会经常穿袜子 那她的脚会有很大的味道 因为霉菌在滋生嘛 所以这样的时候你穿戴它 就可以解决一个是味道 就是臭味啦,较臭 另外一个是可以解决烧痒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边我给大家介绍它的材质 那它的材质是以韩国克隆集团 它做的锯脂纤维来做的 这个纤维它是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它是非常稀罕的,第二个它是通风的 第三个它不会黏在脚的之间 它不是黏的东西 所以它是跟皮肤是分开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它一直会有什么异物 在贴在你的脚上,不会非常不舒服 那这个是用天然的松香啊 还有黄土、矿物质 还有自己的一个抗菌的一个系统组成的 那它的一个穿戴方式非常简单 那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它是如何穿戴 那这个是有个技巧了 先挂第四个脚趾进去 它上下摇晃一两下 它就自动的穿在你的脚上去了 那穿上袜子根本就看不出来它有没有穿 那不像五指袜 那五指袜穿起来非常难穿 而且穿完了它在皮鞋里边它是没有办法动的 鞋子里边它很占空间 所以脚总是有闷闷的 而且五指袜它都是全包住的 那这个产品在韩国有很多认证了 实际上我这边可以看到认证大概有四五种可以拿出来 那今天主要是想给大家最重要两个认证 第一个是它就是除除臭味的一个认证 因为像是我们脚臭的很多就是问题是由这个四个菌种来引起的 如果这个菌种它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把它就是都消灭掉了 那我们的脚也不会太臭了 那在这边一二三等它有一二三等级 那其中三等级是最高等级 那一等级是说它虽然是贴在那里边 但是整个面积的三分之一 它还是超过三分之一部分有它的一个菌还在 这是一等级 那二等级是三分之一以下 那三等级是基本上看不到了 它没有一个繁殖的一个现象 这叫三等级 所以这个产品是三等级产品 那第二个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它的抗菌能力 因为这两个菌种是主要是来 就是骚扰我们这个骚养的一个问题的菌 那我们对照组和实验组就比起来 那第一个实验是第一个菌 就是在这边的Test Bacteria 1 它这边两个就是对照组和实验组 这两个菌种的就是投放都是一样的数字 但是第一个可以增长 看到它有增值100倍 它变成10的6次方 那我们实验组它是几乎是没有在10以下 第二个菌种也是Bacteria 2 它这个是从2乘10的4次方增长到1.3乘以10的7次方 这个是650倍了 它增长650倍 那我们实验组还是一样 它是从2乘10的4次方 减少的10的以下 就是说它们抗菌能力非常非常强 都是达到90.9以上 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几个事例了 像是这个是我们常常有的问题吗 大家都是有所谓的它的一个脚裂开的问题 因为脚汗是在脚趾之间是最多的 它常常是浸在一个汗的海洋里面 因为脚非常痒所以一直在去抓破 它就在这边裂开 它是泡开的 所以一抓它就破了 那破完了它这个菌是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这脚趾之间会穿来穿去 所以第一个就是一个脚趾之间会有这个问题 随着来每个脚趾之间都会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大概用了两周之后的一个结果 因为它不痒了 所以没有再去抓 而且它是抗菌的 所以它这个是变得很干净 那第二个事例我想给它看 它就是这是我的脚 这我体重比较重 那我的脚就是以前在韩国的时候 它的我的水泡是长在外边 就走很长的路啊 这脚被磨破 它会长水泡 那到台湾我发现不走路它也会长水泡 而且这个水泡不是长在表面上的 它是长在里边的 而且这个非常骚痒 所以一直去抓破 它的面积越来越大 但是这个是大概过了穿戴大概是三四周吧 我的脚就完全就好了 因为它是防止它足底这边 就是它脚掌最前端 它有很多菌 那那个菌没有了 胶子之间的菌没有了 它就不再烧痒了 所以就是看这两个事例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 现在是在我们可以买的这边有在销售 现在也在做活动 那如果是有脚的问题的朋友 我推荐给大家用用看 像是家里小孩呀 像我家小孩他的鞋非常臭 我每次回来都让他洗脚 但是洗脚并不解决问题 洗完了还是臭 但是这个产品他用了之后就马上解决好了 所以像自己先生有这个问题呀 或者自己有问题呀 我家里小孩有问题呀 那可以让他们用用看 如果用的结果好 也再推荐给别人周边的朋友 今天的这个出脚抽片的介绍就到这边 就我下次再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产品 希望下次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产品的资讯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